曹燕华是中国女子直拍快弓结合胡圈打法的优秀代表人物 她在旋转与速度的结合上 与欧洲胡圈球打法相比 具有不同特色 高抛发球有独到之处 堪称一绝 她是第36届、37届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世界冠军队成员 曾经获得37届和38届女子单打世界冠军 她与张德英合作 获得36届女双世界冠军 与蔡振华合作 获得38届混双世界冠军 曹燕华的基本站位是偏球台的左侧 她是右手握拍 站位偏左 有利于充分发挥正手拉弧圈球和正手攻球技术 她的身体与球台的距离约50厘米左右 两脚开力比肩略宽 左脚稍前 脚跟提起 首先准备动力的时候 一定要有随时准备启动的姿势 就像后脚跟踢起来 膝带弯去 把全部的戒然都放在膝带和前脚上上来 这样也随时可以启动的姿务 判断清楚了以后 随时可以两脚系统就可以较快一些 现在我来说一下我的握拍法 我的握拍跟一般的纸板有所不同 因为我那边是护圈球 这个用戒跟快弓不同 像正面呢 正手拉球的时候主要是大拇指用戒 这个跟一般的也一样 正手拉球的时候反面是 一个中指尖顶的那个后把 推挡的时候呢 发力推正常球的时候呢 是十指涌箭 后面呢 中指的中节涌箭 另外一个推挡的时候 脊侧下旋的时候呢 还是用拇指多一些 跟一般的推挡的规律有少不同 推正常球的时候呢 还是这么推是用十指涌的比较多 但几侧弦的时候呢 还是得用那个档子 这样 反面用镜呢 基本上还是差不多 正手工球 是乒乓球的基本技术之一 曹彦华在进台以快弓为主 在中远台以拉球为主 进台攻球时 向后引拍动作适度 球拍向后稍微引过身体一点 随即就开始向前挥拍迎球 在上升期击球 拍形稍前倾 击球的中上部 击球后 球拍挥至头部高度 然后迅速还原 准备下次击球 现在是中远台正手拉球 拉球时 站位稍远 比正手攻球向后引拍的动作要大一些 向前迎球动作的挥拍幅度也大 击球时间是在下降前期 球拍猝球时的前倾角度 也比正手攻球大 击球结束的部位 是将球拍挥到额前 发力方法是 大臂带动前臂 向前上方用力 曹燕华正手攻球和正手拉球的动作区别是 一 拉球比攻球的引拍幅度大 二 拉球的击球时间稍晚一些 三 拉球的结束动作是 球拍向上挥动幅度大 对拉弧圈球的特点是 站位要比一般拉球距球台稍远 击球时间稍晚 主动发力将球拉过去 拉球时两脚开力 左脚稍前 引拍时身体略向右转 右肩略低于左肩 拇指压拍使拍形前倾 击球时间是在下降前期 挥拍幅度要大 靠身体转动和大臂发力为主 曹燕华 在与弧圈形选手交锋时 常采用对拉技术 这是他通过对拉赢得主动以后 转入杀高球的站立 侧身拉是弧圈球打法常用的技术 首先要迅速移动步伐 取好侧身位置 还要在侧身基球过程中 不断用跳步移动来调整基球位置 拉球前向右下方引拍 当球从高点开始下降时 大臂由后向前上方挥动 球拍将促球时 前臂加速用力提拉 同时配合手腕动作 向上摩擦球 腰部配合向前上方用力 在下降前期 击球中上步 击球后 随时将球拍挥至额前 重心移至左脚 在第3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决赛中 曹彦华运用侧身拉技术得分 曹彦华推挡准备动作的特点是 在身前持拍的位置较高 前臂与台面接近平行 便于推中有压的动作 两脚开立 左脚稍前 击球时 前臂和肘关节开始前推 同时前臂带动手腕外旋 食指压拍协助用力 在上升期 击球中上步 击球后 球拍有下压动作 手臂继续前送 这是曹彦华 推弧圈球的技术动作 推弧圈球 首先要求控制好拍形 在迎球时 球拍拍面 略向右偏斜一些 用边推边紧的动作 在上升期 击球中上步的外侧 使拍形保持前倾状态 推弧圈球时 应注意 向前用力的动作是不大的 击球后 右肩稍向前 向左转动 从侧面看 击球时间是在上升期 手臂迎球后 球拍向前推的动作不大 根据来球旋转强弱 调节拍形和发力大小 击球时 左脚稍前 击球后 上体向左转动 请看曹燕华在比赛中推挤梁英子拉过来的弧圈球 速度快 落点标 反手攻球 是快攻结合弧圈打法 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术 当来球 在反手位时 运用反手攻球技术 可以在比赛中争取主动 反手攻球 攻击力较强 运用的好 可以直接得分 反手攻球站位 比推挡球稍厚一些 两脚开立 右脚稍前 击球前 上体向左转动 持拍手的大臂靠近身体 前臂向左侧移动 将球拍引至腹前 偏左的位置 拍形略前倾 击球时 大臂稍向前移 以肘关节为肘 使前臂向右前上方迅速挥动 同时配合向外转弯动作 在上升后期或高点期附近 击球中上部或中部 击球过程中 腰部应辅助协调用力 击球后 随时将球拍挥至右前上方头部高度 重心移至右脚 在比赛中 曹彦华经常利用反手攻球 争取主动 或者直接得分 搓球是在球台附近 用下旋基球动作 将球还击过去的一种方法 搓球有慢搓和快搓的区别 现在看到的是慢搓 机球时间较晚 动作幅度较大 持拍手臂向身前左上方引拍 向右前下方用力 向右前下方用力 拍面后仰 在下降前期 机球中下部 机球后 前臂随时前送 在旋转变化方面 搓球有一般搓和加转搓的区别 现在是加转搓 加转搓的特点 是回球的下旋性强 加转搓球时 除球拍后仰外 要用拍面的偏下部促球 这样利于摩擦球 一般搓球 用拍面中部或偏上部促球 手腕不附加向下用力的动作 加转搓 在向下挥拍的同时 附加手腕用力下切的动作 以便加强球的下旋性 加转搓球时 要根据来球情况 适当调整步伐 提高向前下方的挥拍速度 慢搓动作 向前下方挥拍的幅度大 击球后 球拍挥至台面附近 快搓的特点 是击球时间早 挥拍动作幅度较小 回球速度较快 中文字幕提供 反手快搓时 右脚稍前 身体靠近球台 击球前 手臂稍向上引拍 拍面略后仰 击球 击球时 利用前臂向前下方挥拍迎球 在上升期 击球中下步 快搓时 球拍促球后 不加前送动作 击球后 拍形也比较固定 这是曹燕华 在第37届世界锦标赛 与南朝鲜选手梁英子 进行女子单打决赛中 使用正反手 搓球的情况 结合技术 推挡与正手攻球结合 这种打法我们经常称作左推右攻 这两项技术结合运用时 除手法上注意前面介绍的动作方法外 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在两个动作转换上 身体转动要迅速 重心交换要快 步伐要灵活 一般是用跳步和侧滑步来移动 反手推挡结合正手攻球 是曹燕华在比赛中经常使用的技术 推挡结合侧身攻 是在球台左脚 为了发挥正手攻球威力 而经常运用的一项结合技术 推挡站位 左脚捎前 推挡后迅速用侧身跳步 将身体移向球台左侧 这时左脚在前 身体侧转 使左肩也向前 侧身攻球时 重心先在右脚 然后 右脚用力登地 在攻球过程中 逐渐将重心移向左脚 再根据来球情况 用跳步调整好击球位置 连续侧身攻球 请看曹燕华在比赛中 运用推挡结合侧身攻技术的镜头 推挡 侧身 结合铺正手技术 这项结合技术的动作 难度比较大 侧身后 运动员是在球台左脚 这时 如果对方将球回击到正手空档位置 运动员要从球台左脚 迅速移动到球台右脚去击球 如果击球的步伐运用不正确 是很难将球还击过去的 请看曹燕华从侧身位置 扑向正手的动作多漂亮 他在侧身攻以后 身体重心已经移向左脚 在用交叉布扑向正手位之前 用小垫布将身体重心迅速还原 然后左脚再用力登地 在身前做一个大的交叉胯布 使身体和持拍手臂扑向正手位来球 在交叉跨布阶段 球拍击中来球 击球后左脚先落地 为了能迅速抵消身体扑向右侧的冲力 右脚落地时身体左转 脚尖内扣 以便起到良好的制动作用 搓中转侧身拉技术 这项结合技术是以搓球为过渡手段 迅速转搓为攻 搓球的板数不宜太多 在思想上要有意识地注意 迅速从搓球转变为侧身攻球或侧身拉球 否则就难以争取主动 侧身步伐要快 用跳步完成侧身动作 一旦转为侧身攻球或拉球以后 就应当连续进攻或者连续拉球 曹彦华在搓中起板拉球 争取主动后 侧身攻得分 发球抢攻 正手高抛发球 是曹彦华的特长技术 我们看 球被高高抛起后 他的引拍动作非常大 并且充分运用手腕的外展动作 使球拍拍头尽量向外 这是曹彦华高抛发球的挥拍轨迹 击球时 他用较大的挥拍幅度和很快的挥拍速度 撞击从高向下坠落的球 击球点在身前腰部的高度 用拍面偏下的部位触球 请再看一遍 触球后 手腕手指继续用力 腕关节从外展转为内收 这样能充分发挥出 手腕和手指的力量 球发出后 还附加一个假动作 以迷惑对方 曹彦华的高抛发球 有侧上侧下的旋转变化 他以发高抛长球为主 有时也配合发出高抛直线短球 这样的发球配套 经常可以使他取得抢攻的机会 曹彦华的正手低抛发球 同样也有侧上侧下的旋转变化 当球拍触球后 仍然有一个假动作 用以迷惑对方 发球后立即抢攻 挑戒上的时候 当球發球转变化 立即抢攻 立即抢攻启 且别èt covered 对方和全局拍手 中那个 处理后 将了解放 梦迅 曼旅 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彦华在比赛中利用高抛发球后抢攻得分 他正手低抛发球后抢攻得分 反手高抛发球是曹彦华的一个特长技术 球被高高抛起后身体左转 手臂向左后引拍 击球时迅速将球拍挥向右上方 发球后立即转入抢攻 这种发球由于触球时间和挥拍动作的不同 有侧上侧下旋的变化 有时也可以发出不同落点的长短球配套 曹彦华在反手低抛发球时 可以发出带有下旋性质的极球和上旋极球 有时也配合发反手进网球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彦华在实战中利用反手高抛发球抢攻得分 反手低抛发球抢攻得分 接发球与接发球抢攻 激发球用搓侧弦的方法回接 可以搓回斜线球和直线球 高抛发球抢攻得分 在实战中和直线球抢攻得分 曹彦华在比赛中揭发球搓斜线 揭发球搓直线 用快搓摆短的方法回接对方发来的短球 也可结合用快搓底线长球的方法接球 这是用正手快搓摆短回 直线球和斜线球 当对方发球反弹后出台时 用拉球回接或用攻球抢攻 这种方法在关键时刻大胆使用 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激发球中 变化拉球落点能有效地破坏对方的发球抢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彦华发球 多以正手低抛 发左侧上下旋球 至对方正手位的短球 然后用正手抢冲对方的反手位空档 有时 侧身正手或反手 高抛发侧下旋长球为主 配合两脚短球 伺机抢冲对方两大脚 有时 还利用球拍背面的不同性能的胶皮 进行导板发球 这样更增加了发球的旋转变化 为抢攻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使前三板球取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李寿子是南朝鲜 参加第36届士兵赛旅队主力队员 他在单打中立刻了中国队的沈建平 起宝箱等抢手 冲进了半决赛 在第38届士兵赛女子单打决赛中 曹彦华采用侧身抢冲或抢攻斜线 压住耿尼娟的反手后 再伺机进攻 波波娃横排快攻心打法 两面反胶 攻球速度快 落点变化好 正手能拉能打 反手攻善于变现 速度快 力量能轻能重 初中反手突然拉一板狐圈球 尝试对手措手不及 曹彦华在第36届士兵赛女子单打比赛中 利用发球发球抢攻 正手快拉 反手加转搓球和快推 遏制了对方的攻势 轻松地以3比0 淘汰了这位欧洲女子单打冠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树子横拍快攻性打法 正手用反胶海绵 反手用深胶 是位两面都能进攻的选手 他打法极其快速 正手能拉扇扣 反手攻防兼备 在第36届士兵赛女子单打半决赛中 他熟练地运用 掉右压左战术 前三局以2比1领先 曹彦华筷子当头 运用反手加力快推 结合侧身抢攻 或抢冲斜线与直线空当 终于在比赛中取得了主动 他沉着冷静 挥背猛扣 第五局将比分从13比17 追到20平 终于以25比23 反败为胜 为同龄夺取女子单打冠军 扫清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第36届士兵赛 曹彦华和同龄争夺女子单打冠军的比赛 一拉一削 一攻一守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增多 曹彦华以稳健的阵手拉球 不断抢攻对方的两脚 或者在拉中搓一板短球后 在猛攻同龄的阵手位大脚 频频得分 不断抢攻击 梁英子是世界冰坛一名优秀选手 他支拍快攻心打法 他作风顽强 技术全面 头脑冷静 战术运用灵活 擅长阵手拉弧圈球 拉扣结合自如 侧身抢攻凶狠 能反手攻球 并有斜质线变化 在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连续战胜了我国的耿力娟 佟林 黄振群进入了半决赛 曹彦华发球后连续抢攻对方两脚 或先压对方的反手后 再连续进攻对方的阵守 或连续抢冲对方阵守后 再攻期反手空当 终于以3比1挫败了梁英子 多取了第37届士兵赛女子单打冠军 1枚飞再连续抢 with your feet 1枚飞续抢 这一枚飞续抢 这一枚飞续抢 1枚飞续抢 看手 1枚飞续抢 曹彦华在第37届士兵赛后 他在逆境中奋起 进行了更加刻苦的训练 有人说 女云奴园的脉搏 每分钟跳到198次 以搭生理极限 但曹彦华练完一组多球后 往往跳到200次以上 他用辛勤的汗水 念旧的新颖而奇妙的正反手高抛发球 闪电般的正手扣纱 猛烈旋转的前冲弧拳球 有力多变的反手推挡 是他克地制胜的主要发宝 第38届士兵赛 他在战胜队友耿尼娟后 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从1980年至1983年 他在各种国内外的比赛中 共获得了50多个冠军 他不会被称为一只勇敢的海燕 但是能吃捏到的啊 您是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